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灯光有一定的理解 然后自己做了一些光 那这样的素材可以自己做一下 其实这样素材其实很好做 比如说洗墙灯 我们常规有很多朋友他做的可能 或者是他可能就是直接一层 然后再去叠加 我是直接给他做了三层 那每一层都有不同的长短 然后最后做成了就大概给洗墙灯的效果 我们先说一下这个建筑吧 我们是用的那种90瓦的 大概大功率的投光灯窄光速的 大概在25度角下来的那种 那么直接拖这里过来 拖过来就可以了 看着加T 这样子进行变形 把这个放到上面这一层 就是上下出光 然后上下装灯 当然这个固定方式啊各方面 有机会再给大家详细讲 这样的灯怎么固定 它因为光它不可能从头到尾一直打下来 所以它光是有衰减的 我们尽量就是拉近 那比如说这个这里我们就尽量把它拉近 那光它 它是因为它在这个平面上 它不可能说溢出到这边来 所以我们这方做完了以后 还要进行它一个 最好给它做一个遮罩 直接点一下蒙版 就进行遮罩了 因为现在看起来就是我们做了一束光 它已经从上面往下边上 已经是比较那个 比较有光的感觉了 然后我们下面给它一束光 直接它复制一个 就是我们假设我们装灯的话 那就上下装灯 这边要进行一下变形 可能加T 那现在上下基本上都有光了 那现在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我们再去 再去用多速去 再用多速去打 很难打出一样的高度 那我们可以有个偷懒的办法 就是把这两个图层 先给它选中 然后看上加T把它合成一个图层 然后给这个背景 或者说给我们刚刚调这个 调这个的这个图层 给它合并 为什么要合并呢 因为这样合并以后 我们不会说因为做这张图 会出现N多个图层组 然后到最后找的时候很难找到 那我们现在再把这个动作 然后因为它这个 这个是比较均匀的 我们就可以延续这种 这一个 然后也可以做的比较均匀 所以我们再把这个抠出来 这里就多选了一点 我们用框选工具 然后把它们剪去 那把这个复制一下 然后就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元素进行 所有都用这一个 单比例缩放 这样一个好处就会看上去长短一样 就是上这边的长 这边的长和这边的长是比较均匀的 就不会说你重新布的话 这个在这里结束点 然后这个你最后调了半天还是在这里 就很难调均匀 那这样它就会比较均匀 可能我们宽了一点 可以把它压缩一点 变化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一下 先把这个拉键 然后再去按回车 然后再 不好意思 刚刚 刚忘记被分一个了 先备份 先备份一个 先备份一个 像刚刚那个动作 我们刚其实也还有一个办法 因为毕竟已经做这个动作 然后再去回到之前就比较麻烦 我有时候有时候会通过这个步骤 就是刚刚因为回的太快了 因为我们这个是已经变形好的 然后它的透视关系已经弄好了 然后现在因为刚刚是没有备份这个 就是这个图层85现在是备份了 刚刚没有备份的话 那像这样我们再去返回 就等于是之前动作比较 那到这个时候怎么返回呢 我有时候会先全选 抗许加A全选 然后把这个图层 抗许加C复制一下 然后再按返回键 再回到这一步 那回到这一步的话 那我们对这个就不好操作了 那刚刚这方这个步骤没有了 我们再抗许加V 它其实还是省了我们很多事 那只需要把它调一下 就是说你已经做好了 然后丢失了那个动作 那我们可以通过 就是我们之前没有复制 可以通过这个情况把它复制出来 然后再进行 粘贴就可以就可以减少很多工作量 然后其他也一样进行 变形 调位置 也可以先把它全部复制好 也可以先把它全部复制好 最后这个面比较宽 我们先把它复制好 然后刚好这里复制了一个 然后拖过来 因为这个方比较宽 我们现在可以跟它整体一起 就不需要每个去 先把它复制完 然后再去调这个透视关系 看来看一下 再压了一点 看来看一下 压了一点 然后再缩放这一些 然后再缩放这些 看一下我们搜换位置 放入冰箱 只可取刮 用冰箱 放入冰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说它的高光就不会这么整齐 这样它就比较整齐了 看着这基本上窗户是一样的 就是这个立面做完了 这个立面我们建议就是做灯的时候 要有自己的想法 因为这里是为了把建筑立面做亮 就是说做的比较均匀吧 所以上面加了光 这种加灯它白天是比较难看的 因为这个灯的功率比较大 我们不可能说把这个灯隐藏到哪一个位置 或者做什么东西 再怎么处理它都是比较明显的 所以这方是没办法 那像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很好的去解决 直接把灯藏在这里 每个地方藏在这里 白天是看不到的 然后光直接朝上照 这样也会比较有层次感 这边我们就可以用偏冷练的光 做照明设计呢 首先你要对光有一个深入的理解 我们不是说我们自己设置好了 它多少色温就是多少色温 比如说我们下面是3000K 因为它建筑材质是那种是这种石材 是米黄色的那种石材 白天效果它是比较比较淡雅的 那我们晚上你处理的话 我们要用3000K的话 它是比较偏偏向于2700 就是说它因为光是3000K 然后加灯 所以它色彩相对说会更偏暖一点 那我们上面要给它完全不一样 那这就要进行调整 怎么调整 首先我们就要把这个材质选出来 因为材质它本身是米黄色 你再怎么打灯它都不可能做到很 不可能做到很均匀的那个冷光的效果 所以这就是我们就可以调一下色 把这个也说调黄色把它调淡一点 如果我们用4200K的白光的话 它这样子会去摆白一点 然后5000K以上它就稍微偏蓝一点 那我们这还要设置一些那个给它一些 因为你要调那种光 本来我们对灯光认识 越往上它越冷 所以我们这个光呢 你就要把它调到 把材质要调成这样 你才能做出那种感觉的光 要不然你再怎么做 它都不可能实现很好的 就是说你要表达5000K以上的光 你不可能很好的 就是在原来的剑子材质上 想实现那种色温 所以这个一定要去调材质 把剑子材质进行扣选出来 进行一个设置 当然限制中可能我们打算没这么难 但是我们为了区分上下不一样 因为我们做设计的时候 它是一定是有一个层次感的 就是说我们要把建筑 你要表达的意思 跟你的设计理念要结合起来 这样再入这个选区 然后给它一个蒙版 那上面的色温就会不一样 就会明显感觉会有点 跟下面的3000K的会有点区别 那这样子去给客户讲解的时候 也容易更好的让别人 理解 要不然你上面也是 你下面是偏黄的 上面一边点偏黄 那明显就看着就不是那么回事 你又调了半天 调出来效果还是不对 所以最好的处理办法就是这种 先给它一些 着色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把这个合并 这个理念呢也还可以延续这种理念 就是我们对它进行复制 这个变形呢就不太好 不太容易 因为变形就明显不对 所以我们这个就先给它复制完了 然后等一下删除 我们先删除一个看一下 因为这个是原始的 这个是原始的 那这个呢我们就给它 可以按一下数字键 它进行透明度标准 这块应该是要删除的 但光上去以后它这块是有点溢出的 所以我们这块应该是要这样进行处理一下 等下再按数字键100 它就回到这个位置 在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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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 在这边 我们应该先缩放 然后再去扇垂 也会好一点 这样他们都先缩放 然后左边这里看到也遮挡了 我们要把这方也要删出来 要不然它就会叠加感觉就会对替 继续先复制 先把复制完 先弄一个 按数字键它就变成半透明 你按几它就透明百分之几 你按9它透明度百分之九十 按1的话它透明度达到1 按1的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点说话 这个过程必须要认真 因为我们可能做的这些的时候 大家就觉得哎呀怎么比较繁琐 但是这个过程也还是必须要一步一步的完成 你慢慢发现做到后来 你就发现这个图成型了 就感觉很有成就感 就感觉到这里 色彩蟹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李宗盛 好了 这一层我们就做完了 这样可以明显看出来不一样 层次不一样 那我们也可以把这几个图层合并 因为便于后边的 先选中 然后抗中夹机先合并一下 先群组一下 然后再备份一个 便于以后调整 然后合并 因为我们要有层次 一般下面我们都采用3000K 中间可以采用2000 而不是采用4000K 顶部采用5000K 我们会在这上面 每个做法不一样 但大概是这个意思 那这方我们调的开的是5000K 那这方就可以给它 相对说给它先给它颜色 可以蓝色给它简单一点 那就偏白一点 那上面我们就用5000K 那等一下上边我们再进行 这样它做的比较层次 等一下我们在上面 再进行一些处理 我们也可以用这个 应该也可以套用 这样会比较快一点 把这些 应该是网上移 就好 好了 好 我们试不参与 相信 不变 对 吃 快 这个里面也做完了 看着就比较清爽一点